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大專區夠小組的范清瑜 很高興可以上台來做見證 為招待團做見證 然後我要分享就是 我在進入招待團之前 然後我的生命是有點糟糕 然後我的父母幾乎對我判了無期徒刑 然後我更別說可以成為一個領袖 我都不敢多想 但是藉由認識神之後 我的生命開始慢慢改變 然後我感謝我的輔導阿龐 他建議我加入到招待團 謝謝阿龐 謝謝 然後讓我有許多的學習 然後學習謙卑與人相處 學習順服也學習與神與人同工 讓我的生命更成熟 轉眼間我已經當了七年的招待 在團隊當中 我學會用耶穌的樣式來服侍人 而我的招待哲學是 在這世界上我會把一切 我所能給予出去的 給予給我們的會眾 然後就像是我看到我的偶像耶穌 來到會堂當中 我也會這樣子接待他 所以我幾乎有時候感動的時候 就可以在每一個進來的會眾人的臉上 看到耶穌的樣式 讓我就是可以服侍讓我感到 對這個理念讓我感到驕傲 而且也更加珍惜更加謙卑 雖然看似都是我在付出 但是其實我得到更多 我在團隊當中學習的 就是與人溝通 然後處理事情的效率 還有高度的抗壓性 還有個人的親和力 還有領位等等的 都幫助我在學校上面 也有很大的突破 我國中的時候很糟 然後高中的時候就是 就是選上了班長 然後大學的時候擔任 系學會會長 然後在學校也擔任 學生會的活動長 然後也擔任 學校的青山大使 還有青山大使的活動長 然後還一度被外交部選為 代表台灣接待 那個邦交國的工作人員 然後也受到一個 不可能會接受我醫院的 讓我去實習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真知道這些 所有的機會不是靠著我 是靠著愛我的神 而且他幫每次就是 看到我在中心服侍的時候 都為我預留機會 而這些很多學習到的東西 我可以說是從招待當中 讓我更多的學習 而且讓我有犯錯的空間 讓我在當中可以更多 認識自己 找回自己的自信 而且感謝神 就是他每次將機會給我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勇敢去接受 因為我跟神做了一個禱告 就是說 不論任何的光景 我都要永遠為你勇敢 因為我相信我只要勇敢 我不論做到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不會害怕 對 然後 我想 然後邀請各位弟兄姊妹 可以拿起報名表 在永恆裡跟招待們一起 為神打一場美好的仗 然後最後我要謝謝就是 特地來聽我講 見證的我的非基督組的姑姑 謝謝你們可以來到我們當中 對 然後將所有的榮耀都歸給神 謝謝大家 謝謝每一個跟我一起服飾同工 謝謝